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09集 那是大哥的朋友 这件事解决之后 许清安提及第二件事 望向李妙珍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天人之争 李妙珍没有犹豫 先下战书 然后约个时间 七天之内吧 许清安缓缓点头 直接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天人之争结束前 你最好别离开京城 不管收到什么样的信件 接触了什么人 都不要离开 李妙珍眉毛一扬 你是说有人会对我不利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如果你在京城发生意外 天宗的道手会善罢感休吗 道门一品的陆地神仙 恐怕不比坚政差吧 俗俗挺了挺她的胸脯 神色傲娇 知道我们道手是一品 还有人敢对主人不利 许清安为女鬼的智商感到惋惜 你爹好歹是个晋士 你却完全没有遗传父亲的聪明 正因为妙珍是天宗圣女 所以才招人惦记 陛下沉迷修道 为了维持权力的稳定 促成了如今朝堂多档混战的局面 对此 早就有人心存不满 天人之争对他们而言 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良机 另外 此事闹得人谨皆知 江湖人士分拥入京 其中必定混杂着别国的碟子 这些人恨不得李妙珍死在京城呢 苏苏恍然大悟 你是刀门四品 等些人不是你对手 四品以上的外族高手 想进京城来杀你 痴心妄想 而朝廷里的高手 更不可能在京城动手 除非他们抱着死至 多谢提醒 我明白了 我会在徐府附近安排鬼魂警戒 有可疑人物靠近 会立刻做出警示的 到时候 我会提前出手 或离开徐府 不会殃及你家人 虽然 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然后呢 他忍不住嘲讽 看死的冤情弟 喂喂喂 你慎言哪 这种话网上说说就好了 许清安笑着汗手起身 那么我这个局外人 就不打扰两位姑娘的美梦了 在李妙真和苏苏 略显茫然的目光里 离开了房间 三月二十七 一开光 财医出行婚家 今天是电视的日子 距离会市结束正好一个月 天色朦胧 婶婶就起来了 穿着绣工考究的长裙 绣发略显凌乱 仅用一根金钗挑在脑后 他漂亮的毛子有些呆滞 一幅没睡醒的样子 眼带浮肿 婶婶一边安排厨娘 为二郎做早餐 一边带着贴身丫鬟绿鹅 敲开了二郎的房门 许清年穿着浅白色的袍子 腰间挂着紫阳居室送的紫玉 精神抖擞的来给母亲开门 二郎起这么早啊 婶婶打着哈欠 娘让火房做早餐了 你要不要在睡一刻中 娘来喊你 许二郎好歹是八品的儒生 经历远胜寻常之人 安慰母亲 娘不用担心 店试是排名考试 以我会员的身份 不会太急 婶婶当下安心 带着绿鹅出房间 跨过门槛时 突然尖叫一声 许二郎大吃一惊 奔出房间 查看情况 看见庭院里 静静的立着一位 撑红伞的白衣女子 此时刚过三更不久 天还没亮呢 那女子撑着 星红的伞穿着白衣 浑身透着一股诡异 许夫人 苏苏苏 苏苏奄然一笑 盈盈失礼 婶婶松了口气 这个点 她不在房间里睡觉 跑出来做事 差点以为遇到鬼了呢 许二郎盯着苏苏看了片刻 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 对婶婶说道 娘 你回房休息吧 打发走沈沈 许二郎望着庭院里的苏苏 不大哥知道你的身份吗 他看出我是妹 不愧是白鹿书院的学子 苏苏笑容浅浅勾勒出两个梨窝 娇声说道 知道呀 他说要为我重塑肉身 然后当他三年小妾呢 还真是大哥会做出来的事 教方司的花魁 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口味了吗 他竟然连鬼都惦记上了 许新年瞠目结舌 半天说不出话来 知道今天是电视 三更刚过 许府就点起了蜡烛 李妙真听说此事 也出来凑热闹 众人用过早膳 送许新年出府 二郎 今日不但是关乎前程的电视 更是你自证清白 彻底洗刷冤屈的契机 一定要靠好啊 许平志穿着铠甲 抱着头盔 语重心长的叮嘱 许新年一边往外走 一边汗手 知道 也不用担心 我 后半句话突然卡在喉咙里 他神色僵硬的 看着对面的街道 两位老熟人站在那里 一位是魁梧高大的和尚 穿着江喜发白的纳衣 一位是青山剑客 垂下一缕白色鹅发 年纪不算大 却给人历经沧桑的感觉 又是这两人 又是这两人 许新年内心在咆哮 那是大哥的朋友 许清安拍了拍他肩膀 抚平小老弟内心的愤怒 以前是没有与四号接触 所以让许新年替他背锅做演示 现在许清安的身份渐渐稳固 楚元枕逐渐接受了三号堂哥的人设 一旦固有观念形成 楚状元就不会刻意去推敲 不会产生三号人设有古怪这样的质疑 人们总是更容易相信朋友 相信熟悉的人就是这个原因 恒远和楚元枕微笑汗手 打过招呼后 目光旋即落在了李妙珍的身上 这位天宗圣女 有着白皙干净的瓜子脸 素面朝天 眼睛宛如黑珍珠一般 清澈而明亮 眉风锐利 凸显出他身上那股似有似无的灵力气质 与其说是天宗圣女 更像是酒精沙场的女将军 对 他在云州参军长达一年 恒远和尚双手合十 朝李妙珍微笑 气息内敛 不屑分毫 看不穿修为 不过呢 他既然来了京城 说明已经踏入四品 当年与张开泰一战惨败之后 楚元枕多年没有和四品交手了 他面带笑容 瞳孔里悄悄的燃烧起了斗志 光头的是六号 背剑的是四号 嗯 四号果然如一号所说 走的不是正统的人宗路子 李妙珍汗手 算是打过招呼 至于五号丽娜 他还在房间里呼呼大睡 和他的徒弟许玲音一样 哒哒哒哒的 许家三个男人策马而去 李妙珍目送他们的背影 耳边传来很远的声音 阿弥陀佛 希望三号能高中一甲 他到底是白鹿书院的学子 不过三号身上有大秘密 恒远差异 秘密 除原者笑着点头高深莫测地说道 如果我所料不差 白鹿书院亚圣殿 清气冲销的意象 和三号有关 当然 这些是我的猜测 没什么根据 信不信在你 恒远 恒然大悟 李妙珍脸色突然变得古怪了起来 四号和六号并不知道许七安就是三号 一直以为许新年才是三号 将来如果知道了真相 他们回忆起今天这番话 会不会如我一般 羞耻得恨不得痛殴许七安 却又不得不替他隐瞒 这样一来 大家都可以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啊 想到这里 他怜悯地看了眼四号和六号